欢迎收看近几的台湾 我是诗珍 带您来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阳京公路上 有一家传承了三代的百年快炒店 山珍海味在这里通通都吃得到 人称阿明的老板许慧明 二十秒就上菜 俐落的快炒功夫 让人看得目瞪口呆 小酒控Q弹可口 白斩土鸡鲜嫩多汁 每天现捞的鲜鱼和大海零距离 各式野菜更是吃得到烈火翻炒的殆劲 店门口一次排开的白种食材 就像一个小型的菜市场 妈妈许赖局最早是在阳京公路卖菜 一次无意间炒菜给客人吃 大家竟然一试成主顾 到底这对母子的炒菜功夫有什么厉害的呢 一起来看 我一个人可以炒丝煮醋 煮炒的都够啥店 这神乎绝技的快炒功夫 不是在表演 而是阳京公路上的这家餐馆里 每天的盛况 长出的是老板许慧明 人人叫他阿明师 餐厅经历三代七次搬迁 烙角阳京公路十多年 山珍海味在这里通通吃得到 很好吃 然后很古早味 它的那个肉汁很嫩 然后挺有味道 还挺好吃的 我觉得它自己还挺新鲜的 挺爽口的 而且也不会太幽 这鸡每天都会放大 我们这起来一定要酥鸣 酥起来它的肉一粒 鸣的吃豆子味 鸣的肉吃起来 变得更好吃 鸡可能要三四十吃吧 对啊 我们不玩就没有了 每天现烫的土鸡 一只只圆润饱满 现多的鸡肉多只看得见 橙黄的表皮Q彈不腻 卤上熬煮的米粉汤 地瓜汤更是家常古早味 餐厅里的每一个角落 都是美味的伸展台 我们每天来就要必备 就要传这个蝦米粉 这个鸡汤 这个昆滚的地瓜汤 我们金山的韩子最好吃 因为韩子它有两个肥 所以你如果用脖子 它的韩子也不好吃 它吃起来会好好 这些都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坚持手工用刀子削皮 滚出来的地瓜汤才会好喝 这一侧的餐台 卖着金山人熟悉的 蝦阿罕吉 不论是熬汤或是虾油锅炸 滋味同样诱人 而店门口就像个小型菜市场 摆放着至少三十种食材 客人现选现点 许慧明就送进厨房现场 找葭吃 你是什么 你来吃hard 5.5 那这大碗 你吃 那大碗 1.5 要吃哪里 要跟他想看 网上人家的方便 有的人家的不知道说 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菜 有的人就是酥菜花 其实这个叫甜花菜 比如都拜祝了人家的你看 有20年了 可以有30年了吧 我们就抽一支盘 比如说他要吃茅子 我们就抽一支 他要炒药药 我们抽一支 我們最重要魚都要新鮮 最好的都當天拔的是最好的 吃麵應該有超過一百項吧 因為我們山山海飯都買了 在這裡說是山海通吃 真的一點都不誇張 只要一下鍋爐所有食材 就像和時間賽跑 帶勁的功夫炒出帶味的佳肴 店內不管是廚師還是老闆 拿起鍋鏟來都是強人 這都要歸功上一代的堅持 也就是徐貴銘的媽媽徐賴菊 幾年幾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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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歲了幾歲了 五十年了 這樣有漂亮嗎 有啊 他才是給我照顧來 沖蒜頭 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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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 拌了 放下去了 你現在還可以吃嗎 有啊 現在很困難 對啊 我們叫廚師父也不好吃 徐賴菊是土生土長的金山人 種菜種地瓜 事代務農 最早在陽明山上賣野菜 後來買菜的人越來越少 她想到乾脆自己種菜做料理 開快炒小吃店 一座就是50年 本來就沒有在炒菜 我們家來 說要炒兩塊錢 給他吃這樣 我只炒下去說這樣 大家都要炒這樣 對 很好吃 從我國中二年級 爸爸就不在了 就是媽媽很辛苦的幫我們帶大 我國中逼得6月24號逼得 6月24號晚上給你飯店 我們開始當學徒 餐廳嘛 都正產 所以比較辛苦 因為就要有一些筆記之長 他有錢比較貪得好 也不辛苦 他感覺也有信 對 他有騙子 徐慧銘15 6歲時 先到大飯店當學徒 當時家裡還是在賣菜 他也沒想過將來會回來接手 媽媽一個把菜拿來炒的念頭 改變了他們一家人的生活 剛才賣菜很不錯 因為那些經濟都很好 賣菜 每個人都不太貪 那些在陽明山的時候 我們通常開幾十年 半六七年 陽明山設立成國家公園之後 便不能隨意做生意 於是他們只能不斷找適合的地點 但不論怎麼搬都還是在這條陽金公路上 公路的傳奇快炒之所以屹立不搖 靠的就是真材實料 我們媽媽因為他有做出好可憐 一些老主婦婆都會回臨 媽媽的時候就有增加一點點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接手的時候就增加一些海產 現在餐廳的種類 應該有一百多種菜式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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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怎麼賣 我賣一點點 我賣一點點 這六月 這是六月 蚵仔的 蚵仔 這裡 這裡什麼 我賣蚵仔 車長 貝仔魚 它的魚都是現樓的 你每天都要在這裡近嗎 對 我每天一天早上 六點多來 我就開始在這裡等了 那你每天要用的東西喔 對啊 還有別的地方還要載 你每天都這樣子 對啊 每天都要載一台車 從金山黃港 漁船直送的新鮮魚貨 小小攤子前擠滿了客人 大家搶著買 許慧民接手後 把本來只賣野菜的快炒店 加入各種海鮮元素 他堅持自己親自挑貨 連野菜也是要到園裡去採收 菜很多啦 這菜 這都很肥的 很好吃 這粿粒 這都天然的喔 像這個瓜 它還會斑掉 它內葉它才會再長出來 因為店裡的野菜的需求量太大 只靠自己種 根本不夠炒給客人吃 所以許慧民還會和當地的小農合作 因為金山土壤肥沃 在地人總是說 隨便種的菜都好吃 這三間菜啊 這也是用蠻的啊 不然就用蠻的啊 酒菜啊不用吃 夏天的冷水它會乾掉 到秋冬的時候 它就自己就長出來 你如果要吃 要坐的時候 兩點多都起來拔菜耶 對啊 四兩點 真的啦 那裡面也有菇菜啦 地瓜葉什麼都有 雖然沒有自己種菜捕魚 但許慧民每天的日常 也和農民漁民一樣 結束了採賣 它又回到張羅各種食材的老闆 和棕鋪塞角色 全部我們都厲害 太多了吧 沒有 我們一定要排出來的 還有鵝還沒排的 客人要吃 我們是賺一個槌工而已 對啊 每一半都很漂亮 這是棕鋪餃的嗎 是 台灣叫它 我們老洗的比較好吃 大顆不潤 這洗的也不會 老少咸魚 這個要等它慢慢收汁 這種小熊孔會比大熊孔好吃的食 這應該有吧 真的嗎 對 那是貴鳥啊 我們剛才的貴鳥收起來 我通常用三個鍋 一分之一炒三個菜 只要阿明師進廚房炒菜 總會讓人看得目瞪口呆 俐落的動作 每到快炒都鍋氣十足 小九孔軟嫩Q彈 海瓜子新鮮彈呀 野菜吃得到大火翻炒的殆盡 這裡的料理出菜快 但功夫十足 徐慧銘總能一道又一道收服人心 對 對 這幾月有在煮的 對啊 這幾月有在煮的 這幾月有在煮的 這都今天早上 然後魚也煮起來 都不用什麼 洋油 味酒都不用 幾度 看得到什麼 你看得到什麼 對 那裡面有一個 對 那兩位有在煮嗎 對 那兩位有在煮嗎 炒菜 點菜和客人寒暄 許惠銘從媽媽身上學到的 除了刻苦耐勞 還有一顆懂得感恩的心 我們的快炒就是 顧客坐在桌子上 不能給它等太久 還有我們的 必點的米粉湯 芋頭米粉湯 是超好吃的 都要煮一天煮起來 芋頭 放下去 很香的 這金山芋頭很香 從媽媽年代就有的 芋頭米粉湯 成為眾多快炒菜單上的 另一個風頭 順口的米粉 濃郁的湯頭 讓人一吃難忘 越滾越香的芋頭味 則滾出母子肩濃濃的情分 現在剛來我們金山芋 吃手媽媽的 就並有一個責任感 現在是最希望的媽媽就是 身體健康 她過了開開心心 我每天都有來 來這個手間菜 來 菜的湯煎煎的 就燉了 她也不理由 不理由 公公你不要做 八十歲也不要做 在這裡看法就好 一間百年快炒店 山珍海味都吃得到 前來的客人更多的是 找尋一份人情味 鍋爐大火蝦是 許惠銘做菜的堅持 端上桌的誠意 代代相傳 歷久不變 末印 permis 極洽 你 靠 操